南普雪浓汤位于一号线地铁南普站一号出口 步行三分钟24小时营业 非常适合搭乘红颜班机的我们 菜单有中应韩文不难理解 对,没错,是我的 好大 好 这个白饭,糖泡饭 这个浓骨汤还不错 蛮浓郁和淡淡的香味 很浓的汤 喝起来蛮清甜的 水饺应该是台湾的三倍大 一口都养不下去 哇,那个料很深入 韭菜味还没那么重 对,韭菜只有一点点 但后来不知道包包什么出菜 我吃不出什么出来 口感算蛮清甜的 好像有米饭的感觉 面面面 没有卖冬粉,对不对 小菜吃完了 可以免费续盘 也有免费咖啡可以喝 位在王岩烤烧肉西面店 就在乐天百货后面的街上 地铁西面站7号出口 步行6分钟 第一次点餐时 肉品最少要点3份 厚些3.5公分的熟成五花跟后锦肉 全程都有小鲜肉帮忙烤肉 我们只要负责吃就好 等表面烤到金黄酥脆时 就可以准备开动了 熟成处理后肉汁都锁在里头 油脂丰富却不油腻 完全不用担心猪腥味 这家电豆芽菜腌得很好吃 是目前吃过最好的 下午4点前进场用餐 大酱汤跟辅饭是免费招待哦 Hannesit福范 距离二号线地铁广安站 约800米步行约12分钟 但我当天是搭公车 走路两分钟就到 如果遇到排队人潮 是需要留韩国电话抽取号码的哦 这螃蟹香米饭香全融在一起 怎么会这么好吃 很好吃 吃起来有点黏牙黏牙 很像菇巴的感觉 后来我没有加很多汤 所以吃起来还蛮有嚼劲的 咬起来很香 这次前往方市是从海云台马浦站 搭乘胶囊小火车 前往到青沙浦站下车 步行约五分钟 由于当天没有无敌海景 只有风雨无敌大 就选了帐篷里的位置 这盘具无霸海鲜盘要价九万五韩元 服务人员会协助争主跟料理食材 这两个人吃好像吃不完的感觉 超大锅 前往五班长烧肉店方市 可从二号地铁海云台站五号出口出站 步行五分钟 这边就没有小鲜肉的猪边服务咯 要自己烤哦 我爸你捐奶肉最好吃 干粘炒肉 干粘不错 干粘不错 这里特色是炭火烧肉跟国产猪 个人迷思 用炭火烤出来的食物会大加分 加上这肉质磕大 只能给它一百个赞了啦 烧肉饭位于一号地铁草粮站三号出口 步行约六分钟 虽然没有中文菜单 还好遇到热心老板用匕首画脚 向我们推荐这里招牌 跟怎么吃这烧肉饭的方式 这烧肉有调味腌制过 味道刚好 十分下饭 咸哥大推的鲫鱼饼 就在南浦洞乐天百货对面 地铁六号出口附近 很便宜 哇很猪肉 有没有听到很酥的声音 这叫真的比较好吃 很酥喔 有点盖麻糬的感觉 好吃 红豆料没那么多 因为它蛮便宜 都可以两个一千元而已 但是ok 皮酥 哈哈